Field这个字在这边只有一个母音就是IE IE在这里发成长音E的音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Field Field当作名词是一个可数名词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专业的领域或者是范围 我们来看例句 Professionals are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a great knowledge in the fields they work in 好我们看第一个字 这个字能念成Professionals 你看到它有加S 大概不是动词就是名词 在这边它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专家 但是我们知道专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常见的字 那个字就念成Expert也是专家的意思 所以它说Professionals are people 他们专家就是一群人 什么人呢 wh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好在这边一直到这里 这边是由who所引导的一个形容词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先行词people 他们是哪些人呢 是那些呢 有许多a lot of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很多的意思 有许多experience 好这个experience指的就是经验 and the great 好 great这边指的是大量的 大量的知识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field 好我们经常会搭配in这个介绍词 就是呢在这个领域 在什么什么的领域 英文就念成in the field 好那这边其实呢 它省略掉了一个关系代名词 which或者是that都可以 ok好因为呢 它这边呢当作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好在哪些范畴呢 他们所工作的领域或者是范畴 具有大量的经验和知识的人 我们就称这些人叫做professionals 专家 好那field这个字呢 当作可属名词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田地或者是牧场 我们看例句 when I was little I often sat beside my family's rice field and watched my grandparents taking care of the crops 好一开始 给我一个时间复词子句 when I was little 指的就是当我还小的时候 当我还小的时候 英文就念成when I was little I often sat 我通常会坐 坐在什么地方呢 beside my family's rice field 好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rice field指的就是稻田的意思 坐在我家的稻田边 and watch my grandparents 看着我的祖父母呢 taking care of the crops 好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take care of 同学应该有印象 他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照顾的意思 那这边为什么要加ing呢 好特别要提醒同学的咯 因为前面这个watched 它是一个所谓的感官动词 所以呢感官动词 当我们看着听着一个东西 或者是看着一个人 正在做什么事 那通常我们会在后面呢 加上ing表示正在发生 所以呢小朋友小时候呢 是坐在家里面的田边 到田边 看着这些祖父母呢 正在做这件事 什么事情呢 照顾农作物 好农作物 英文就念成crops 好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field 名词专业领域 范围 田地 或者是牧场 我们念成为了 那是贵人的 变成佛 身边的